赢了呀 赢了赢了 那今天赢的是吧 第四局了吧该盖 我还没放完呢就是第四局 这不是第四 这不是第四局这是第三局该第四局了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ophob 这不这个谁说还有45分钟结束的 老泡杯的历史上还有这个规则吗 我怎么不知道 真的假的 45分钟结束谁定的 没有定 看一下第四局你选什么 二合位的反责员主攻沙漠哥这个还真不好选 我选周赛 这个沙漠哥主攻二合位这个真的还真的挺难选 你选什么 我反正我反正我反正肯定选周赛我不会选曹瑞 曹瑞也没问题 曹瑞也没问题是没问题 但我肯定不会选 曹瑞就是怕给错了 主要是二合位曹瑞反容易容易坑队友 就容易被他打过空城打罢 曹人藏姿里面出个内吧 正常情况下来说 曹人偏内了 这个界面其实还挺难分析的 八号位橘子不好说 孙浩 黄盖啥 黄盖偏反吧 当场给孙浩呀 对对对对黄盖偏反一点 当场给孙浩嘛 我觉得给孙浩 出现比较大呀 不如给黄盖 主公直接顺他 你看二合位曹瑞 你看不去顺呢 他顺举一个很正常 他你周泰 他顺就顺了呗 也无所谓 他直接过了 香香不敢给 香香都不敢给 香香不敢给 香香不敢给 香香不敢给不了 香香不敢给就给黄盖了 那你就打主就行了 所以把木马先顺了 木马必须顺的 万一香香是中的 这个挂个狮子 挂个木马过来呗 杀一刀也行吧 木马别带了 木马别带了 木马藏起来 给第一轮不给了 这个牌不给了 这个牌给了也没用 没打 他就是反而选戒的时候就能看见 这个孙浩自己是反 看曹瑞反 乐先顺了 我反正我没看我都会给孙浩 爱咋咋 你就知道爱咋咋 那是因为你是盘华的 但是这个牌的话呢 但是他们的这个牌的话我也可能不给 说实话 我问老炮杯的主播赛 你是曹瑞 我是孙浩 你会给我吗 我不是 香香真的是反了 你看 看情况 看这种情况 因为陆季这个 包括香香 感觉曹瑞这里头偏那个 偏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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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香真的是反了吗 香香是反了 香香是反了 那香香是反了 因为我他妈黄盖之中 我是香香反 我就乐黄盖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三连反 你先乐他 不是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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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唐子也可以 因为唐子给他打诬陷了 唐子给那个 唐子是明确 唐子是明确跳中的 唐子明确跳中的 没注意看 有时候醒 香香跟沙漠哥 香香不能睡 香香怎么跟沙漠哥了呀 我那哈利波特什么时候呼 香香怎么克沙漠哥 香香就不能配合沙漠哥了 对你们事情太几八多了 你们想着香香克沙漠哥 那香香就不能配合沙漠哥吗 14号晚上6点到7点 今天12号 6点到7点 这个 这个黄盖 你看这轮还好没有给黄盖 给黄盖炸了呀 这 这个牌肯定不会给的 沙桃就不给 那橘子是反的 为啥不落黄盖 这不知道 得采访一下香香 我直播任务 我后天晚上还有直播任务 我们后天晚上直播 收益慢的肯定不实行环境了 现在结束剧团 我们几个主播剥拉卡利波特 这还是 这还是老炮杯呢 这平时玩什么速度更快 那橘子不是中吗 要推荐一个新游戏 市场市场市场呀 它市场市场市场 它和曹人对立嘛 对 对立 八号位嘛 你看这个木马这人要起作用了 香香应该死不掉 对 死不掉 好死好那么多牌 好家伙的 香香不会死 这还是老炮杯呢 节奏也这么快 平时玩的局更什么快 平时玩的局速度飞起 节奏真的快 平时玩的局速度慢的都被淘汰了 放手去做吧 我相信你 这个牌直接给生号了 朋友圈里一堆玩哈利波特的是吧 给生号没问题 因为它有简易和联组 这个游戏这都挺高的 我们这几个主播都借了这个游戏的推荐 啥游戏 玩一个小时 玩一个小时一个藏宝图 哈里波特 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不知道 不记是什么 智力游戏吧 应该 听这个哈利波特就知道了 这个孙康 Steam上的吗 嗯 Steam上的吗 我不知道 我还没下载呢 我是后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直播任务 不是 你是从Steam上下载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下载 我们应该去问一下 网易的 卡牌游戏 他们说是网易的卡牌游戏 听说这个游戏之前挺火的 手游 我橙子都会播 冰封都会播的 不是我一个人播 我橙子冰封独练技术都会播 这个肯定给孙浩的 他有减一连弩 可以吧 这个他挺刚好把那个谁推了 接着个局 他有连弩吗 那这把就 曹瑞选择就没问题啊 一说一 因为 曹瑞没问题 反正是我我不想曹瑞 是因为我不想选这种 这种辅助 我出去没办法 这个主攻有很多 你会选谁啊 第五把 我肯定想诸葛珍绝活 诸葛珍肯定 诸葛珍肯一个奶猫 奶猫今天晚上应该玩过了 我肯定诸葛珍 你愿意玩香香 你玩香香也没什么 好我们这次总能可以占主攻的视角来扶一身份了 对 这不是上帝制 也不是 其实其他身份也不是上帝制 只知道一个人 这夏侯渊肯定反吧 关羽肯定反吧 这两个做不了中吧 夏侯渊反 关羽反 这个高干也不像中 高干 高干是干嘛的 我也不太懂 杀一刀决斗一下吧 这不懂 反正高干我直接标内 我不会标中 那么这个忠诚就孙权 孙浩 沙漠科和李决 四里决出两个 看看怎么打吧 看看怎么打吧 看一下夏侯渊吧 太高干了 是我我会拆夏侯渊的 是我我会拆夏侯渊杀高干 因为对杀高干 因为夏侯渊的装备 你可能拆就很主要 对 你反正都是要拆的嘛 拆高干其实 除非拆到锦囊 不然都没啥用 反正这个局你不要去拆李决 你就拆高干 我夏侯渊中的一个 第一个无限他没打 第二个打了 第一个顺不打无限没关系 因为你的垃圾牌多 那是外事 是的你垃圾牌多 第二个打了就打了吧 他有决斗破伏音吗 他把装备挂了 他不可能有决斗 破伏破伏音 好他决斗孙权 欺负孙权去了 他挂连弩决斗 都去打孙权 他们说孙权被诸葛让克制 所以打孙权 行吧 那我能说什么 确实人家三个确实 反正这个高干带头打了 关羽也打了 不是主要人家三连反 打了也就打了 没啥说的 没啥可说的 第三下可以 第三下可以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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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下可以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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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个四连反了 四连 这局他妈的四连 其实哎 这也能 也大概能看出来像四连 嗯 那今天看来人家打孙权 打对了呢 打孙权确实打对了 他们三连 其实打孙权 就基本能打对了 对他 因为因为沙默中说孙权 肯定比孙权像反了 不是不是李觉和孙权 肯定比孙权像反了 这个局就前面四连反嘛 说实话中都在后之位 没办法的 没事这个局我跟你说 只要这个诸葛达 能把血回起来 这还是还是很好打 就看能不能找到桃子 把血回起来 啊南蛮可以开 对吧 托上杀 这个局他只要四连反 没有把主攻打死 就还有机会 他妈的差点把孙权给打死了 他又放了个南蛮 这你们他没有逃 他有逃不会被救吧 你差点把孙权打死 这两个南蛮真的 你就不怕诸葛达死吗 他应该有一个一个桃吧 他可能就先放一个 如果主攻求桃就救了就不放了 打高干呗 别打夏豪渊 夏豪渊是翻面的 不打夏豪渊 杀敌决也没问题好吧 杀敌决也行吧 杀敌决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杀高干更好 这个孙权得打高干 因为高干决斗 因为他被高干决斗了呀 看杀高干杀中了 其实杀高干好一点 比如说高干之前没杀主攻 他们他怎么杀主攻啊 他杀不了主攻 不可能为啥四血 因为主攻被这很多为啥 他除了这种可能还为啥 高干杀不到主攻的高干当时 对啊高干为什么南蛮出杀了呀 挂连弩杀一刀不 这个诸葛战不可以吗 当时 你这个牌给他顺呀 让他顺自己人呀 你给他个拆是 这高干高干是内呀 我操了 合着高干是内呀 合着高干是内 高干南蛮入侵没有出杀 不是高干没有杀主攻 高干是内 高干是内 他没有出杀了嘛 他没有出杀了嘛 他没有没有出杀 你这个你这个主攻 为什么不拿拆呀 给把顺给这个高干呀 对啊 那就是别人 因为他是烦 他也顺不到你 他是内 他是内 他就顺关羽是吧 孙权刚才是跳中了吗 是啊 孙权打高干了 他被一决死了 你给关羽个闪子就得了吧 不会被一决死了 他被一决死了 你给关羽个闪子就得了吧 不会被一决死了 给他个啥没关 哎 这个高干没办法 所以说呀 拆还是拆下后院吧 对吧 拆是不是下下后院 他上来拆高干 对啊 上来拆高干 上来拆下 你不拆下后院 对啊 你上来拆 你不拆下后院 跑去拆高干 你杀高干就杀了吧 但是你还去拆拆高干 因为现在是六十多分就够就够 你又八十 你就是我跟你说 你就是你你你咋盘啊 就是 就是这错点 你你可能大大面上觉得没错 但是就这错点那错点 然后就是累积累积起来 累积起来就 你就就不行 典型的这样了 就你觉得没啥大问题 但是这错点那错点 最后就全是错 全都是错 从选项开始你就经常的错 这个局过拆肯定要拆下后院的 因为拆是没有距离限制的 你为什么要拆高干 谁拆高干 没注意啊 我没注意有人拆高干 没注意 编师这个我都没没细看 那个说实话这个东西跟我们关系 选孙号 关羽捞生权 关羽这个关羽为什么要救生权呀 这是确实 这肯定选孙号了 编师是吗 编师他们说关羽捞生权 我操你们看的真细致 没注意 装装装杯 这个必须好红盘 第二 要你搁这装杯 我跟你说 这种的就是 也 这个分析家家面吧 中瑶会跳身份的不用管 邓爱是内奸 自己是中 邓爱是内奸 再找个中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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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许优孙权呗 可能许优吧 许优孙权 许优孙权 没有什么点歪了 点错了 看错了 手滑了 别点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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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 没有用 点错了 看错了 点歪了 都没有用 他直接干这个二号位王萍也行吧 他先干一个王萍 然后挂个黑道腾甲 你为什么不能先挂腾甲吗 不知道 不知道是过来的还是啥的 那就不知道 咱哪知道了 王萍现在是帮主下装备的是吧 下装备中 帮主下装备的 二号的王萍之中就别选 别的我我我大概的预测 又被乐了 这个乐的没问题 他是王萍之中乐你肯定没问题 对 这这这局你吃乐没任何问题 而且你被乐就被乐挺好的 因为你出来你说实话 你你身份就明了 出来后面反对就配合起来了 不让他们配合 这个必须掉血不能出闪了 出场就暴露了 天下 对雷沙就直接掉血 没问题 好吧 而且把雷沙把链子断了才好呢 你看现在中摇 不然一会吃火炸了 土别跳反了 你一次反 孙权有可能打许优的 孙权先跳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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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没有乐孙权有乐就乐学了 对孙权有乐肯定乐学了 哎呀这个局 已经很难打了 因为内奸太弱了 导致你们扔到三打四 我操这个层甲 中摇是有火沙的 中摇是有酒火沙的 对内奸太弱了 而且你忠臣都在前之位 还内卷了 虽然说不是你们的问题 没办法 你可坚守积蓄 两倍速吧 两倍速吧 不用两倍 其实这局没多 没多少钱 这有的时候是有点 那个什么的问题 反正强不强 是那个叫什么 运气问题 我跟你说 有的是有点运气问题 这两个比一个 一个层甲 一人一个层甲 一人一个层甲 居依古躲回阵射递 你看看这个多疼啊 哦对把这个连弩 让给让给这个孙号 孙号摸不了几张牌 不是哪有挂 那真假房使用这么艺术我的天呐 8号还有东遥 这个牌摸不了几张牌 没几个人要选摸不了几张牌的 我看看一二三四 这四个人要选摸不了几张牌 二号王平中不好啊 你比如说你是8号位 7号位你选一选没办法 你后职位 你二号位不需要选这种的 在摸马里传了两张沙呢 他连组也能杀到 肯定杀了 他也能杀到特别的 先杖拔杀一刀呗 你们这个牌 不过杖铺杖拔杀也无所谓吧 杖拔的鸟 都没牌了 牌的不够用 牌的不够用 小牌盾来和这混 二号位王平中肯定不好啊 沙漠哥 为什么这会留一刀不杀呀 因为他觉得杀不死 杀不死你也得杀把的桃 球出来呀 孙昊用得起张牌 为什么 看牌的 看牌的 刚才那个牌是用不起的 你只要无遗憾 终不免 我 应归晃 打板都这么举 那你思考思考 你自己什么问题 下刀中 哎 二号王平确实是下刀中 我跟你说 王平做沙漠哥的反 都不好 跟侯昂是中了 是吧 王平做沙漠哥的反 都不是很 是问题 你也没打问号啊 没了呀 你怎么 你怎么今天 你怎么全是中啊 我操一直是中 这个 这种局 从一开始 我就预测到了 这把主中输了 马上主中出来 好弱啊 他不是有一把 孙权反吗 输了呀 那天赢了呀 这把 选取优惠孙昊吧 后制位可能会选孙昊吧 第几局啊 第第七局是吧 刚才那不是 第七局 第七局 马良主攻 是我会选孙昊啊 后制位啊 七号位啊 我也会选孙昊 前这位 前这位我会选徐优的 后制位 我也会选孙昊的 七号位啊 这个局 分析下失费 二号江维肯定就反了 这期马良 马良打得不好 二号位江维肯定是反了 这位郭家夏侯敦 在你的视野中肯定有人是骗牌的了 肯定有人是骗牌的 马良主别选呀 张继 张继和陆迅有个内吧 有个内 陆迅也可以当中 陆迅当中挺厉害的其实 谁 陆迅吗 陆迅当中没啥用 很难刷这么远 这么大老远 你要是挨着可能还好 挨着这么大老远 能铁锁了 他上来就刷了 看吧 肯定有骗牌的 我跟你说 这里面他妈绝必有骗牌的 国家夏侯敦陆续里面有骗牌的 那他直接给马良了 给夏侯敦一张 夏侯敦 夏侯敦不给 那就 夏侯敦就跳了 是吧 看看给没给 没给就是 夏侯敦 然后再帅头国家 夏侯敦这种国家选出来 就是骗牌的 就是你们 你骗又不给 那你骗什么 你就骗了 就骗一张 别人马良的抢肚理 夏侯敦的抢肚理 后面怎么打 你告诉我呀 好 就骗了一张 骗了不给 那你就亏了呀 好 就骗了一张 那有啥用 然后他骗了国家的 他也没给 好 然后上国家 国家给不给 夏侯敦也不给江维呀 好 也不给江维 夏侯敦 然后 然后国家是吧 肯定借国家 标国家这么的 给的是 国标国家是你卖什么牌 必须给 借国家 他可以给手里的 比如说手里有无中 他说有连弩 有连弩 有拆 还讨论这个问题呢 哈哈哈 哎呀 肯定借国家 想呀 他肯定这个问题 还有人觉得 标国家好 肯定借国家好 借国家能给的 他好 第二个无中 不打不歇嘛 他不打就不打了 一条提前 他觉得这个夏侯敦 就一直没给 这给的是个鸟 这给 国家获得夏侯敦的麒麟弓金刚链 无懈可击杀杀 夏侯敦谁也不给 也不给江维 他也不给江维一个傻 其实这个马良主攻你选 国家夏侯敦 我觉得 没有用呀 没有就上来最多 最多上来骗一张 让他骗一张牌 有啥用意 就骗一张嘛 就骗一张啊 嗯 这个位置确实是选 那个孙昊 好 他是反 他不是那 直接全给国家了 给了国家的七公 对啊 全给国家了呀 一堆乱杀 他为什么不给江维呢 他为什么不把防御牌 给江维呢 因为这些人就想着觉醒吗 不是 你肯定要给江维的 当我有闪 那么就一直挑 瞧着马良 男是个要死 对 这江维就不用觉醒 就跟那挑 这马良就 他一直有闪 就往事了呀 四连反 三连反 加了一个陆迅 陆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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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你看 就马良 赏和陆迅忠 有啥用 冲 对 墨马 这墨马的连弄 是谁给的 我看看 姜维给的 姜维给了 他一堆杀 我就说嘛 那马里是 他这是 requires 将冲迹 可以先把连弹 挂起来 然后对 不 这 这个局 这个局 这个局反贼警说拿什么打呀 擦了一堆垃圾 下面有连弩应该挂起连弩 让夏欧敦把沙都给上了 对 把沙都给他 你把连弩传给郭佳 然后再让夏欧敦给他 这个很难做到的呀 谁知道你木马里是连弩啊 这个陆讯直接给兴散了 没给许优行吧 许优可能还不作用 这许优也太多了吧 挂个简易码就过了 就这 就这 下侯敦咋叫木啊 我说我这将来一把连弩挂起来 把连弩挂起来就插底 我后天玩一个小时 来一个草莫 挂个简易码过了 就这 我仇家恨 我说你这许优 真的你这许优都看着 你这许优有啥用 你看这个马良的擦作背也不好 接着给陆讯呀 哎呦擦我哥的 然后再火攻啊 再接着刷呀 你火攻决斗里面还有一大堆锦囊 这里面不过的里面一大堆牌吗 对最少要给陆讯一张 你再接着刷不就完事了 给陆讯讯一张要过四张吗那样 你又怎么过好多张牌 不是这反费不被暴打了吗 这个向豪敦国家有啥用啊 向豪敦国家有啥用 向豪敦国家除了上来骗一下 给谁啊我干嘛 你给陆讯再接着刷你当场报我 哎说实话这选择很差 就马良主就选干了就行 把他干死就完了 搁这儿骗骗骗的 哎老 老成天老成天想着 搁这儿骗骗骗子 这个不是二的马良夏侯敦 你最后一张给夏侯敦 你只要第一张不还不给 他就不可能给你了 是啊我说要选孙昊吧 你非要选许优 我跟你说选孙昊 我开局不就说了吗 这位置选孙昊了 七号位有孙昊肯定不可能选 七号位孙昊比许优好太多了 不可能选许优 许优是前志伟 他觉得心态是内 他就把心态乐上了 可以点 这个乐心态没问题 因为陆迅不可能当劣 他在眼里 哪怕现在是忠诚的话 乐错了也无所谓 前志伟 反正这必要 乐错了都无所谓的吗 是不是 这反正 这个乐心态没有任何毛病 这个陆迅就谁也不给了 他就给自己 那就跳累了嘛 陆迅对吧 不不陆迅 你说你说这 哎你们说这 郭家夏侯敦选的啥玩意 哎就这种选项 真的垃圾选项 你看看 又他妈给又他妈给许优了 我操 你好好歹给陆迅一张 就是不给人家 人家就不理你了 就给三张 你看又有决斗 我你妈呀 但是决斗 他现在不好刷 而且他里面也不 也不先挂账吧 他不是 他不是把 他把挂之斧先换呢 你的吗 先把 哎他这个操作 是不行 那么辣胯 你看这种这种局 就先把那个谁杀了 先把这个张继杀了 张继 张继杀了以后 你可以先杀内 对 我叫夏侯敦 他这个他这个牌 打的少过了好多牌 哦陆迅是内 看见没有 陆迅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样的配合呢 你们这不是打 所以说呀你乐心裁 乐心裁没关系 陆迅之类也是稳赢的呀 是的呀 乐心裁是平衡一个打法的 这陆迅你们是内不就杀逼的 乐心裁乐乐就乐了无所谓的 这个陆迅之类不就杀逼的吗 说实话后面还给马良 给个尿 哎呀他们他们心里就 搁这儿老想骗骗骗 玩个反玩个内 这个陆迅不就是杀逼的吗 都死了一个姜维 你凭什么还给马良啊 我的妈也是服了 骗吧骗吧 什么牛马 马良野菜 这个许要乐心裁 我觉得没有任何毛病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马良给吗 因为许佑乐了心裁 然后他想趁机把心裁污进去 哎呦 吼啥呀 那许佑乐了心裁也不会打心裁 是不会打 但是他就想趁机给污进去 许佑乐的心裁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不是他就想污进去吗 有些人 他就想了简单吧 不是许佑在这里的话 估计是想 估计是觉得心裁可能是累的吗 怕跳回去不到吧 对他论心裁平衡一下局势没有问题 平衡一下局势最关键的 心裁是终究赢的 心裁是累的吗 给他限制一下对吧 无所谓 这么简单 因为这几个代笔法没有任何能力 这除了心裁有能力以外 对吧 主要是平衡局势最关键的 这个内奸就纯属杀逼的 你们死了一个姜维 你们还跟主宗 你们主共 就是马良主 你可在选择的 下和敦国家 前一个里面 陆迅当内部也是服了 不是 你就把马良主 当成孙权主 你选那些干的 就干就行了 你可是骗骗骗个鸟 对不对 这一桌子人吧 最高的分数多少 马良主 你把他当成孙权主 就干就行了 他不比孙权主还脆的 这桌子人 今天最高分多少 就干就死了 孙权主你能脆死 我就问你 孙权主 你选这下和敦国家 行吗 肯定不行 对吧 内奸被劈死了 不是 这内劈死了 这把主宗还能输吗 主宗要输了 就把这些人拉起来打一顿 无限可击 桃园结义 把他中央队顺了 就干他 品格伐谋之事 把他加一码拆了 就让张晏才把他打死 你看你这个牌 这个牌可以顺他八卦阵的 把那个闪链扔了 你看这几个 你看这几个选项 对吧 就你们 就一个姜维稍微正常一点 你们跟他一顿干 所以他就搁这混 就想骗 就天天想 就天天搁这想着骗 骗骗骗 骗吧 骗 这真的把那个反的一顿打 姜维死了 反正不输了吗 骗这种东西都是顺道的 不是他妈专门 就为了骗而骗 骗骗 这种东西都就是那个 就是偶尔用用 不是震道 骗骗 这爆打了 投了吗 骗骗 这现在就打一个国家嘛 他国家想打就打吧 把手牌一瞬就已经结束了 不是这局反对能赢吧 不会反对赢了吧 我操 那他妈就过分吧 我后面我都两倍速放的 哪里来的乱戒 哎呀我都服了 这个夏侯屯国家是怎么选出来的 诶 我不知道谁教的 诶 就谁教的 这谁教的 这是选个例子骗 骗吧 骗骗骗骗 骗骗骗骗 这种我给你说这种就是欺负菜逼用的 欺负菜逼用的 真的 真$%3% 骗骗骗骗 希望一个人找 你们老喜欢等客户 骗骗骗骗骗 我跟你说,骗都是骗傻子用的,郁佳会玩的你就等着输啊,选个国家就算的,国家有点发挥,你这夏侯敦,哎,你还得找这个范围,找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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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别人。 给你一张又咋的了,给你一张装备咋的了,给你张装备咋的了,啊,给你张装备咋的了,我上来先挂个加一,给你个装备咋的了。 你想一个夏侯敦,就算你上来英姿摸了一个装备,就等于你英姿摸了个装备,就不要想了整花活,一定要玩点,那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比较好的,你这张装备咋的,你到最后一局了吗? 没有,我没法玩的,我快点放了。 又是三号位张装备咋的,给他学了两个。 等一等,我等一等,我还没看完呢。 不看了,不看了,肯定没有。 我估计百分之百分之九十九应该这么个江面。 这不用,肯定这个江面太那么名了。 第几局,第八局是吧? 对,第八局。 有个弹幕说我跟,我跟光芝学的了,香香女7号张妈猪,确实那天。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的,香香女7号位有的时候没有这样选,张妈这个武将,他最起码能算,对吧? 我还学到一首曹皮主公的刘表忠。 哈哈哈哈,那个是因为,确实没有这样,你吗?我他妈的全部都是飙风。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有一个主播下午喷。 这局升了名了,就开战就行了。 然后来了一首。 就是,张松,刘善宗。 那是因为香香菜,不是说我给泪打工。 那个,那个叫什么呀?那个猎杀香香你们打得跟个鸟一样,效尾水平都不如。 那不给泪的吗? 给他们算了一万个装备,他都赢不了。 这个你,你,你到最后一局没有。 当然,就是,就是,张松刘善宗明了,名牌党。 对啊,内奸将为嘛。 设计,内奸将为,设计,直面杀。 随便打,这大数据,二后一元术就干元术就完事了。 这个根本就不用看大数据,你看这个张松叫刘善一跳,直接干了。 直接干了。 哎呦,这个吊毛,一看就没有看过我们直播,操。 我要是学,我时间就把元术干死。 说啥呢,根本就留下张松中嘛,你打什么喷碰呀,你啊,二元术。 还学到了吴一夫剪刀,还学到了曹丕,张拉主吴一帆是吧。 今天下午是因为状态太不好了,为什么呢? 是因为之前喷得太激动了,我跟你讲,影响大佬情绪,真的。 我的情绪还没有缓过来,有的时候,我在选将打白头,还在想着之前的事情,知道吗?太影响了,太激动了,那已经吊了。 为什么非要杀潘凤呢?潘凤在留下方。 他说今天下午都杀必打。 肯定是最后杀潘凤,因为潘凤在留下方面。 二号位,都大数据了,99%。 肯定先杀元术,因为潘凤在留下方面。 你先杀夏洛渊,先杀元术,有一个主播,草屁主攻选一个无仪内,被反贼头都打破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就想说这个选将也是负分。 我死了。 除了一个无仪,全部都是你把飙疯,怎么办吧。 不是说实话,关将,我今天下午是不是出来了一把,除了留表,全部都是标疯。 你来了一把草屁主,留表中。 那没办法,蜡把也差点赢了,我操。 我不看这个东西,我不看什么,没有将,我只看接口。 蜡把也差点赢了,蜡把也差点赢了,蜡把说我打错了,我他妈,刘宝都不知道能活,我不知道能活自己,我操。 我不能活别人,我把我自己,蜡把可以打自己的。 我那把我那把要是我要知道我自己就赢了 我自己把那个连弩给他了吗 直接赢当场赢好吧 刘表在曹匹局里面有发挥的 不是这局出了吗 怎么不可能出 这个他妈的 这个他妈的沙漠河 这个沙漠河把主打死了吧 不至于吧 他自己能出牌出两分钟吗 我感觉许佑放拳就是打死了 就是打死了 就是被沙漠河给打死了 就是打死了 所以说这就是许佑的问题 许佑应该杀了袁树乐杀沙漠河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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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熬了 这一轮你妈 看到别人过了多少张牌了吗 说了就许佑背锅嘛 杀了袁树乐杀沙漠河 我没看 我我我我以前没玩过刘表 刘表这个武将我以前玩的 这局出就出在仙虾攀佛 我跟你们说 有个主播他天天说自己是军八主 其实他不是 我跟你 输就输在仙虾攀佛 你看没有我就知道 铁左连完火攻挺假了 这一看就知道怎么死 先杀袁树乐杀河河 这把就没这么多事了 你看就知道这么死 这一轮人打败不行 这个不可能先杀攀佛的 攀佛在留上后面呀 而且而且袁树在张松前面 你不先把袁树砍了 这种队人输我也是服了 把袁树砍了乐杀河河怎么输啊 这个攀佛不用打呀 这攀佛刘善放钱 都说过很多次了 刘善放钱的时候 而且这把还有张 刘善加张松 你说他同样的牌 他把袁树杀了 乐优山河河 乐优山河河 直接去乐江维 乐沙摩河不乐江维 乐沙摩河 因为他有无限的 因为他有无限的 直接乐沙摩河 然后他还有冰 还有一个冰凉村段也扔了 太猜了 这个主动太猜了 不知道我看看他这个 他多少分 这个第二组的那个分啊 我都没必看好吧 今天还打吗 打呀 你要又要睡觉吗 为什么不又要睡觉 困了 这两天特别困 缺觉了 不知道为啥 缺觉 这个局就是二合卫的元素 就是百分之一万的反了 不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局你还 这个局你都看不出元素反了 这个局不需要分析身份嘛 这野望 张松中刘善忠 张松献图了 这个局你还能先杀潘凤的 潘凤就绝逼是最后啥 不是 而且我都说过了 大数据 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就大数据显示 许有主攻 对啊 或者或者你杀夏佛兵 元素乐网杀都可以 反正潘凤最后啥 曹操主可不是啊 输就输在千杀潘凤 输就输在千杀潘凤 看起来 我有什么问题啊 我把翻误杀了 我曹 运气不好 被沙漠哥偷了 他们这些人 怎么这么喜欢喷的 这么能喷 福光大地 菜虫子 看个房吧 你不是要睡觉吗 我待会儿 我待会儿是大 我也看起 哎呦 真的是有意思 最近缺叫 这一局就是主攻自己的问题 老医学 老医学 真的老医学 我男生的事 我可不客人 我等会儿跟他一人 那天